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日谈公园 我是小伙子 今天我请来了一位嘉宾 然后今天我在他们公司 就是借他们这公司的宝地来录音 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是欢迎我们嘉宾朱迪老师 大家好我是朱迪 前一阵子其实也不是前一阵子了 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我们那六月老师 自己做一播客 叫做姐姐说 然后他有时候录完了的时候 也会让我们听 然后说你听我们那姐姐说 发展可好了 然后我们那又是吗 然后就听一听 然后其实在里边 我听到有一期就请了一位嘉宾 是一位人力资源方面的 怎么说专家 就是我 对我听这真的有意思 然后我就觉得我有好多的问题 想跟你交流 学习探讨 后来我就强行把嘉宾 抢到了我们日文园的节目 其实我也是日谈的粉丝 真的吗 对听了很久你们的节目 所以今天正好我也专门来到他们公司 然后在他们公司的一个会议室 我们俩坐在这聊天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已经聊了很久 聊挺开心的 然后当然我还要再介绍一下 朱迪老师现在就职一家 国内唯一一家上市的人力资源企业的高管 对 因为我其实在人力资源这个行业里面 工作了17年 然后一直在上市公司 在之前没有上市 在上市公司里面 这过去的17年里面 我做几件事 一个我其实给企业做招聘 给大量的企业 各种类型的企业做招聘 这过去的十几年里面 我面试了很多人 然后同时企业的招聘团队的一些培训 然后还有这个行业里面很多 想要从业招聘领域的人的培训 我也做 然后同时每年到了招聘季 一些社会热点新闻 很多媒体会来找我们做输出一些观点 并且其实很多大学 我们其实也会跟大学的就业的论坛 分享 定期会跟一些大学有合作 所以其实做的那种还蛮多的 也希望这一期在你们的节目里面 能给大家输出一些有价值的内容 这太谦虚了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线 在最一线的工作 而且还有培训在一线工作的人 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 每年我们自己公司校园招聘 好几百人我也会参与 所以我现在有什么心情 我感觉我在被面试 这个我还真擅长 对吧 然后那当然 其实我其实没有这种被面试的经验 不太有 因为我的这个职业经历的比较特殊 所以呢 就是我往那一坐 我这种感受 其实我心里边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我先抛一个问题出来 可以 因为刚刚咱们俩也聊了 我之前的所谓的这个职业经历 把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现在到咱们这个就业市场 我能找着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 40岁 难 创业好几年 过去国企经历 对 找不着 完了 就是大家不是最近都在聊这个 所谓的35岁这个焦虑 对 其实 其实在这个年龄阶段上 就是 除非你刚刚创业两三年 然后过去有非常漂亮的职业履历 现在回来可能还是有机会的 当然 小伙子老师过去也有辉煌 也没有 有什么辉煌呀 当然这个定义 其实跟你是职场在定义的嘛 明白 所以其实你那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继续把日谈好 做下去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可选的了 就现在像我这样在职业市场 找不着工作了 所以说就是大家也可能会觉得这两年 比如说找工作 求职这个事挺难的 而且呢 就是我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也不知道是今年还是去年 还是这几年啊 这种考公务员 这个事好像特别的流行 就老听说谁谁考公了 大家现在好像不愿意到 所谓的什么互联网企业去工作了 就想去考公务员 这个事现在新闻力老这么说 实际上是这样吗 实际上是这样的 大概过去有这两三年 就从疫情开始吧 这两三年就会有这么一个趋势 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啊 就是几个维度都会有一些原因 你比如说这个疫情 大家其实很多企业就非常艰难 然后我们能看到 陆续有很多企业 它的要么裁员 要么生意受损 有的企业就可能就关掉了 那就会发现 我们原来觉得特别好的这个职场啊 它不那么稳定 那这个应届毕业生就会想说 我是不是需要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从另外一个维度讲 现在毕业的这些学生 他们的父母大概70后 他们的生活基础已经蛮好的了 所以就不像再往前的这一波毕业生 可能大家还在说 我需要除了追求自我价值以外 可能收入上面也是一方面 那现在其实职场的岗位 跟我们现在国阳企看到的这些 或者包括考工啊 收入其实是有差距的 但是它的优势就在于稳定 所以其实一方面是他们的父母的价值观的影响 然后他们自己物质基础的影响 再加上社会因素的影响 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选的还不错 并且这三年的疫情 回不了家呀 考工我至少可以考 比如我哪来哪去 在当地有个稳定的工作 可以跟家人在一起也是不错的 哎呦 因为现在就是有时候 大家感觉有点搞不太清楚了 就比如说 咱不老说嘛 知乎是吧 什么人均年薪百万啊 就老说这个收入特别高是吧 而且呢 据我了解 就我身边的有些朋友 就是在互联网大厂 所以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 就觉得他们收入好高啊 就一年 不但不说一年 但是说一个月吧 都不能就好几万这那的 然后就我甚至会觉得 那比如说一说到公务员 可能就是月薪过万 可能就很难了 是 那中间这个收入 真的有那么大的落差吗 其实互联网给大家这几年吧 有一个错觉 从15年之后 到大概疫情前 大概19年 大家会觉得 哇 那个收入真高 而且我们看到 应届毕业生 他们的收入 他们能就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年的新闻 这阳大学某计算机专业 进了大厂 60万年期 但其实这是一个 首先 他是特别小部分的人的收入 是这样的 然后同时 他确实有泡沫 您指的泡沫是哪一种 就是其实 我们经常会聊 说互联网公司 其实跟传统的行业 为什么收入差距这么大 对啊 因为传统行业 我们发工资 都是用自己的利润吧 互联网公司不一样 他拿投资的钱 去发工资 然后他的成长 他说白了 就是如果我团队扩得快 我产品迭代快 我的用户 用户流量跑得快 那么我就能活 他是一个赛场 所以他发工资的时候 我必须拿高薪去吸引好的人进来 我这产品才有可能生存 所以他们是在为生存在奔跑 而传统企业呢 他不一样 我是长期主义 传统企业 他长期主义 他有的企业 10年20年30年 这种的老企业 那我们这两年 其实就看到这个收入 尤其是疫情之后 就2021到今年 非常冷静 这个收入 比如说我们大概201819年 我们看到一些什么人工智能的 这些大数据的 这些人才 原本可能在企业里面 就很多企业会抢这些人 那在那些企业 他们可能原本在大厂里 我可能就二三百万 虽然也不低 但是传统企业真的没办法 就会砸很多钱 甚至500万上下去抢这些人 然后因为大家就好像说 当时大家都有恐慌 我好像没有这些人 我就会落后 尤其是头部企业 我必须得有这些人 后来发现抢过去之后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就是说白了 我买了一个马沙拉蒂 我家还土路呢 明白 没法开 所以疫情之后 我们就看到就冷静了 我们能看到 就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 这500万年薪的人 现在他的薪资又回落了理性 就是200万 200万 甚至原来的薪资都没有了 就其实互联网这一波 助推了整个职场一些泡沫 但是我听这是200万吧 我听着心里边都挺挺残忽的 对吧 就是就比如说 咱们就拿北京去例吧 因为毕竟我也是一直生活在北京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 就比如说像北京 应届毕业生 咱们如果说一个 所谓的平均的一个收入 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水平 现在平均的应届毕业生 我估计一万上下 甚至可能更低 就是8000到一万应届毕业生 那你只是所谓的 就是睡前收 睡前 睡前收 对的 那交了税之后 拿到其实也没有 扣个百分之二十几 对 是的 那也没那么多 刚应届毕业 它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去成长的 对 其实在北京 因为机会比较多 你比如说在一个领域 你能坚持个一年两年三年的 尤其是坚持三年 其实自己的成长 那薪资翻番都是少的 其实是有机会 这个薪资会有很大的涨幅空间 但是很多人 我觉得这两年 大家都会有点浮躁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我拿了一个 8000块钱的offer 我就低了 对 因为会有心理落差 没错 对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身边有一个人 但凡有一个人 他到了一个大厂 或者怎么叫 拿了一个高工资 我们都是同学 为什么他能拿那么多 我拿不到 然后有的时候 你听到别人在讲 包括社交媒体 包括你听的 感觉大家都是挣的越挣越多 其实没有 对 然后就会给大家造成一个 我不知道它是假象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但至少在你心里 你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也应该挣到 所谓什么2万3万一个月 实际上现实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以前 信息没有这么多 大家在拿到一个offer之后 相对来讲心比较静 那尤其是应届毕业生 我来的时候 我可能我是来学习的 我要学什么东西 要沉淀 其实我们交流很多企业 他们招了应届毕业生 尤其管陪生 他们是有他们的培训计划的 这个培训计划至少在三年 那企业依然有这样的胸怀 就是会付出一些代价 去培养这些人 可是学生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耐心 那你这一步可能就 这个台阶 有时候卖的就会花点时间 会走点弯路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正常 因为其实我觉得都不是一个 所谓有耐心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因为比如说 其实每一代人 面对工作的时候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是八十年出生 然后我的父母 他们那一代人 一辈子就在一个企业里上班 大家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换个工作 或者怎么着 都没想过这个事 对吧 然后到了我这一代人 就是我刚刚工作的时候 04年 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也会觉得说 当时什么最火呀 什么外企 说谁进什么 当年有些很著名的外企 比如现在 斯科 什么诺基亚 对诺基亚摩托罗拉 对像进这种公司 或者是进什么保洁 对保洁的管培生 当时最火 我们那些同学们 是吧 说能进外企 说一个月能挣 能挣一万块钱 保洁当时真有 是吧 04年保洁的管培生 进去真有一万块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能进到这种企业里边 感觉就是 我就一直在这干 没想过说我去跳槽 或者怎么样 其实那时候社会上 也没有这么多的 大家说对于工作的认知 但是我你看到现在这些年 很多人就会觉得 不停的换工作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甚至于是我未来 一定会面对的一个生活现状 至少我接触的很多朋友 他心里没有会觉得说 我就在这一个地儿 我就跟那一直干 谁心里都没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觉得也称之不上 年轻人的所谓的浮躁 只是大家会觉得 我的工作会这样 没错 我觉得这可能有一个误解 你打个比方 我们其实平时看到很多 不同行业的人 然后比如传统行业 可能传统的什么 医疗 制造 金融 这些企业可能你进去之后 干个三年五年很平常 但是在互联网公司里面 我们看到的 两年就是长的 老员工了 对 一年多换 就很平常 其实跟这几年的这种职场的 这种膨胀和泡沫和这种幻象 其实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分享一个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 坦白讲我们现在给企业 招一些高管的时候 如果你要按这节奏说 一年两年换一次 那高管基本都在 十到十五年的工作经验 那这不得十几段了吗 对啊 这种企业是不会看的 就是其实现在所有的企业 在看高管的时候 十到十五年 他们需要的是 除了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外 两到三段 最多四段工作经历 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企业里面 你真正能够吸收到东西 就是能给这个企业 付出自己的价值 你除了学习以外 你是要给企业做出贡献的 那么你要真想能给企业 做出一些事情 能对企业有价值 至少三年 至少三年 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好的 就是很多高管 他们成长起来 那个路上 我们能看到三年五年 甚至有的更长 一定有一段是在八年上下 就是他的履历会非常稳定 所以我们从这个点上来讲 我觉得啊 尤其是今天的这个职场环境 其实年轻人 他们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他们可以稍微稳定一点的去看 看待这个自己的职业发展 回归到现实 就比如说这两年 整个的这个求职环境 是好还是说特严峻的 因为总会觉得说 现在是不是这个工作太不好找了 这那的 怎么样呢 现在实际上 其实一直都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这两年确实挑战更大 怎么讲 因为我们就这么看吧 这两年有疫情啊 对吧 疫情导致很多企业的招聘需求 就是他的业务不扩大的时候 招聘需求就会减少 甚至很多企业就也关门了呀 对 原本的招聘需求减少 同时就业人员在增加 你打个比方 今年有一千多万的大学生 毕业生 这算 这算多吗 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不知道 因为比如说 就比如你毕业那时候 我毕业年 对的那时候有多少 我想想啊 2003年 大学毕业生突破一百万的 一百万 我毕业那年九十多万 现在一千万 我天 这差这么多呀 对 这跟大学生越来越多有关系 跟扩照有关系 大概从2010年之后 我们这个就在500万上下 500万往上走了 就陆续一直在往上走 今年就最高 加上这个社会环境 岗位又少呀 然后毕业生又多 你想那些公司倒闭之后 有一些很有经验的人 也进入职场了 重新回到职场 这就有些公司 反正不是说 我们要把什么 我们有经验的员工 再送回社会 有这么一句名言 没错 但是他们确实来了之后 是非常有竞争力 是吧 非常有竞争力 所以其实对这个职场 其实现在的环境 坦白讲 我们19年的 不是就有某著名人士 就讲了 现在看好像 这个是最差的你一年 但是我们回看 应该是未来最好的一年 当时我听到这些话 说我一头雾水 说心里话 我觉得就是感觉 玄之又玄 就说出来吧 感觉特帅 就是你看我对于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宇宙 有一些认识 你们可能都没感觉到 但是我跟你讲 就是是基于什么原因 说出这种话呢 有道理吗 我个人的理解 因为其实你看中国的 我们如果回看 我们的企业和中国的经济 其实从2000年开始 高速发展了20年了 其实就到现在 对就一直在怎么讲 包括中间 我们有经济危机 比如说08年 中间又有16年 什么股灾等等 对 就是波折不断 但是其实一直在上涨 从这个角度来讲 人都 它有自然规律 对吧 我们不可能 涨得这么快 并且在过去的 我们互联网 大概是从2000年前后 开始发展的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互联网 我们的科技化程度 基本上到1819年 我们会看到 基本上遍地都是 就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翻天覆地的改变了 移动互联网 就好像我们看到夏天那种茂盛之后 你怎么也觉得 是不是该到秋天了 我其实一直在科技这个领域 我这么十多年一直在科技领域 我在科技领域最主要的是因为 科技其实在牵动我们的生活 它在整个行业的最前沿 那句话应该是科技行业的某一个大咖说的 就它在最前面 它可能能感觉到 就是这个市场可能有点过度发展了 可能接下来会需要有一些调整 对 那比如说说那是最好的一年 然后可能是之后最差的一年 结果没想到赶上疫情了 对啊 然后这个东西咱就说不好了 对啊 未来我们心里该怎么来看待未来的 就一直会往下走吗 还是怎么 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其实在上次解说那节目里面 我们其实也有探讨 打网告把它剪掉 没有 说说说说 对我们就闲聊 聊起来就是 其实所有的这个 我们这么多年 我这十多年 我们会看到永远有危机 就有危就有机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 大家其实 我会感觉 危的东西 大家在互联网上可能看到的更多 因为确实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 比如说去年的一个调查 去年年底 几个头部的大概几家互联网大厂 裁员就裁了 合起来就二十万 就这种东西就很容易膨胀 大家一看这个就觉得 哎呀 是不是这个市场不行了呀 就大家会有这种 我们看到其实负面的东西更多 实际上 这个职场 我其实跟很多企业在交流的时候 很多我们的非常优秀的国内的名企业 他们招不到人 就会发现 就是职场这些人的眼睛还盯在 比如说那个特别同伯发展的互联网公司 但是互联网公司已经在压缩了 就是他们的市场从存量市场到了增量市场 就是比较难发展了 但是市场变化了 就像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 我们不想进国企 实际上国企招聘的标准也挺高的嘛 对 大家都想进一些新鲜的领域 然后或者说就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 爸妈肯定让我们进国企啊 多稳定啊 是吧 但我们不想去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啊 我比如我当时后来 因为我是到了这个国企啊 互联网公司上班了 其实你要问我愿不愿去 我当然也没有说我多想去 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挣钱少啊 那个时候国企挣钱很少啊 然后那个时候其他的行业都挣的挺多的 那当然大家比如说 你作为一个刚毕业的 什么应届毕业生 你除了去到了一个什么 进入到一个职场环境 你当然希望自己能多挣上钱 你多挣上钱你就可以 那你怎么还坚持了那么久呢 我就是因为我这不是玩乐队吗 当时你多挣上钱 你就能买自己想买的东西嘛 说买玩具买CD买东西 其实那时候上班 我觉得我想的就很简单 就是工作挣钱 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爱好 对 其实现在也一样 对啊 但是大家会有个惯性 大家都还在看那些互联网 就是尤其是互联网火了这么多年 大家都以为互联网收入高 但是真的就是我其实开玩笑 我说咱们算一个实心 就是你这些工作时长的实心 算一下看看哪个行业收入高 能说吗 能说是 那什么行业收入高 如果看实心的话 金融啊 金融是吧 对 是那炒股的那什么 证券公司 比如比如比如 证券银行 这些就是传统的金融公司里边 包括医疗 这两个领域 其实我认为它还是长期来讲 他们的发展一直是比较稳健的 然后人员整体的结构也非常的 整体素质也比较高 然后所以这些企业相对都稳定性很高 收入是基本上绝对扛通胀啊 绝对扛通胀一直在增长的 对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我有一个客户啊 就是某金融公司 算是券商类的 他们的 我们一般看到的企业的流动率 20%就不高了 互联网公司会更高 但这家公司只有5% 极低 根本就不走 是吧 没人走 一直都跟着 没人走 对 所以就是其实大家 就是可能这两年市场 互联网的信息太多 大家只对这个领域有了解 对 然后其他的我不了解 你比如说传统的这些金融公司 怎么会在外边po自己的 就他们不会炫自己 我们到底有多好 他不需要 因为基本上在那圈里的人 大家都了解 打比方说 您爸妈在那行业从业 对吧 一说你就知道 我毕业就给进那去 但是大家其实很少 我们很难看到一个客观的评估 这些市场的不同类型的企业的 这个比较 或者行业的比较 因为他是动态的 那比如说 那既然他那么好 他现实层面来讲 他好近嘛 就比如我就是一个应届的毕业生 我想到这种金融行业的公司去工作 有那么容易就进去 不好近 是不是 不好近 基本上都挑最上面那层 985 所以他们是真的收入又稳定 企业也稳定 你会发现他们这些员工的状态 跟互联网完全不一样 就是内心非常笃定 是吧 不焦虑 不卷 不卷是吧 就是我自己的工作该做什么 我见过就是应届毕业生 进了某国内比较大的保险公司 一看七年 然后一路晋升 而且他是发展最快 晋升最快的一个管理层 七年在他那里面 他说我是最年轻的 并且其实时间最短的 我当时就非常震惊 就是其实有好 有很多好的企业 现在我们了解的渠道比较单一 那对于我觉得 对于普通的应届毕业生来说 比如说咱们金融行业不好见 是吧 然后大厂又特别辛苦 或者实际上挣不了那么多钱 那大家该把眼光放在哪呢 就是我该去找什么样的企业 其实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经常会研究 整个的行业的发展趋势 我们基于十四五规划 会看国家政策 去引导哪些行业 然后这个行业里面 就会有很多产业链 打个比方 我们这次的十四五规划里面 其实就有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 对 新能源汽车 它就会有产业链 它上下游非常多 对 对吧 但凡跟它占边的 这接下来的这些年 肯定发展是没问题的 这汽车的确是 对 所以大家很多人会觉得 这汽车这个传统案 这跟我没关系 但是其实这产业链里面 企业非常各种类型 像什么玻璃啊 轮胎啊 橡胶啊 电池啊 材料什么钢铁 各种 就电池这里边 还有电池的 有企业专门做电池的政府集的 对 这产业链非常大 所以这里面的产业很多了 像十四五 我们规划了六个大产业呢 那这里边的 其实机会非常多 但是大家 他们其实吸引一些 硬件毕业生 我前两天建了一个上市公司 雷车二弟 跟我讲说 我们招人可难了 业毕业生都不愿意来 他们是什么类型的 他们是做电池的 某一部分产品的供应商的 所以他们已经上市了 而且在这行业里 他们做的还不错 我们根本抢不过互联网大厂 他们抢不过 但是实际上你想想 如果一个 打个比方 我弟弟 今天毕业 进互联网大厂 对我来讲 我可能更愿意他去进 这样的新能源企业 因为这个企业 他未来常见的发展非常好 你只要进了这个产业 那未来就在这个圈子里面 他会发生很多年 而互联网 其实他已经到了一个 非常稳定的阶段了 你想再有新的创新 很难 非常非常难 这科技真正的突破的创新 是吧 对 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大家可以 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对啊 而且年轻人 谁愿意看这个呀 我当年也不看 就是这什么 这规划 哪规划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我也看不懂 对对 但那里面 其实有很多行业 就是大家在毕业的时候 我会比较建议 很多年轻人 他在选择行业的时候 至少你先看一下 是不是在那个 长线发展的大产业里边 还真是 这么一说 的确 信息科技也是啊 什么人工智能云 对 分布的产业布局非常多 我们的业务布局 也是跟着这个走的 因为那些领域的企业 会蓬勃发展吗 感觉都是这种高薪技术企业 是不是 较高薪 但其实很多是跟制造业相关的 对 是跟我们的制造业相关的 然后你打个比方 做什么新媒体的 你服务这些产业 他也在这个产业链里 其实也是有机会 你打个比方 我这个做新媒体的 我要跟互联网 以前我可能跟字节合作 我跟很多互联网公司合作 对吧 但是我现在我进到那产业链里 就会不一样 那我可能客户的这个机会就会更多 那既然咱聊到这了 把这个这什么规划里边 继续哪些行业 咱们跟大家说一下 是吧 我觉得这个大家心里有谱 你要真的是找工作的话 也可以参考 就真有特有兴趣的 详细的东西可以自己查 我们这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都有哪些呢 新兴的这个产业 大概有九类 第一个呢 新一代的信息技术 新一代 新一代信息技术 比如说 重点培养的有几个 比如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 区块链就是下一代互联网 就web3的支撑技术 最核心技术就是区块链 然后云计算 网络安全 这些 这个信息技术里头还有很多 比如说通信 通信网络 其实我们会发现通信行业 有几年没有什么更新换代了 最新不就老听说5G 其实国际已经开始在研究6G的标准了 然后包括物联网 因为我们未来万物互联 所有的东西都得上网 这些词听着都特大 但是其实你在这个 什么东西叫物联网呢 你打个比方 你的每一个手表 手机 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联网了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智能穿态设备 这都在物联网里面 明白明白 所以其实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这个 就是你说白了 你发现一个企业 你看一下它能归拢到哪个领域里面去 只要跟这个领域相关 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明白 然后包括比如说一些什么集成电路 芯片 现在咱们不在研究芯片吗 包括这个一些高端的软件 现在我们自己在做整个的软件国产化 然后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所有的这个包括什么现在的电脑的操作系统 手机的操作系统 手机的芯片全部都在国产化 这些产业空间非常大 我前两年刚刚有个朋友 他们原来他原来是在一个外资的芯片厂商做了十多年 刚刚加入了一家企业 这能说吗 没事 上海市政府合资的一家企业就做芯片 投资金额非常高 但是这个未来做很多年是没问题的 因为那个产业 可能前五年你都没办法看到一些收入的回馈 他因为研发的周期比较长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这个新一代信息技术 还有什么高端的装备制造 还有新材料 还有这个生物产业 新能源汽车 还有新能源 本身新能源也是一个新的领域 还有节能环保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碳中和 节能环保 还有一些数字创意和相关的服务行业 大概这几个领域都会有很多机会 比如说就是新材料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们最近有四五家客户 都是做这个叫光学 我其实其实很纳闷 光学这圈人窄 对吧 什么意思 什么叫光学 你打个比方 你那个手机的几个镜头 他以前这个东西 他只供给这个相机制造商 对吧 现在人手都有啊 对啊 你手里都有 然后他会 你所有的智能设备 但凡带拍照功能呢 都都有光学的这个镜片 所以这个领域 现在发展非常快 然后包括您打个比方 我们看那个广告里边的 我们的未来生活 比如说你去坐一公交车 公交车那屏幕上 你就能把你的手机投上去 你去看我坐哪路公交车 看过那个广告吗 没看过 那都智能电子屏 那也是屏啊 然后包括那个 现在不是有那个 家里边那个梳妆镜 对吧 你早上照镜子的时候 可以把音乐投上去 那个屏都是可触摸的 那都是新一代的 不管光学的屏幕 还是这个电子产品 都在这个领域 就非常多 以前我觉得它特别小众 离我们非常远 但现在都在我们的生活里 包括你将来这个无人餐厅 无人餐厅里边 您在桌子上就得点餐啊 是吧 这个点餐那屏 那都是特殊的 哇天 我感觉我怎么 我是不是在山里住了 少几年没出 没出来过 我怎么听着都 跟你有关系的 还有生物领域啊 生物之药 这我了解 这我了解一点 因为前两年 我不是那个 大家知道 我这天受伤了 然后做手术 然后当时 就我有一朋友就说 现在有那个叫做 那什么技术 干细胞 干细胞 干细胞还能美容呢 说那个打进去 也说反正就有那什么 对 就是类似于这种生物 这一块呢 引进了很多这种 干细胞相关的研究 因为这块 不管是美容 还是未来的医疗 它就比如打个比方 咱这肝脏喝酒喝多了 不行 可以再生患 这个领域其实已经 国家已经在布局了 整体 就是未来可能 比如说一些学医的 或者学这个生物相关的 可能他们就可以 在这个领域从业 其实不同的专业的学生 在十四五这个规划里面 都能找到自己相关的 那个领域 哇你听你这么一说 我感觉就 非常有希望啊 就感觉之前啊 我真正觉得 我觉得现在是找工作太难了 啊 就找不着工作了 其实现在是这样 企业找人呢 你就像我刚刚说 那上市公司 对啊 这些学生们都涌在另外就涌在A沙滩 我们在B沙滩招人招不招 就大家全部错配了 嗯明白 需求和 没对上 供需没对上 没对上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抛开这些应接毕业生 嗯 那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咱们开篇像我这样的 啊 或者说咱们所谓的 开潮咱们就讲什么35岁 什么危机 遮那的 然后那像这样的 比如大家 嗯 如果说咱说难听点 如果说哎呀 真的 这个工作可能不太行 或者是公司就干不下去了 我就得再度求职 我得再找工作 嗯 其实像这样人找工作 怎么找呢 就是这是不是有点难了 也 其实还好啊 就是我 我其实比较建议呢 再次求职 重新回到职场 先分析自己身上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嗯 就是我 我会发现啊 就是我们自己经常会有一个误区 就好像说今天 何总您说一下您 嗯 个人的性格优势是什么 性格优势啊 啊 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就是 擅长学习 哎 你看 就这都就得想半天 何总这沟通这么好的人 都得想半天 啊 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个惯性 我们分析自己的 讲自己的优势的时候 就非常的 有点难 内敛 就是我们这个文化 导致大家都 不断要提高自己的低调 有时候大家可能会陷入这样一种 一种一种状态 就是说 比如说你问我啊 我有什么优势 我觉得我的优势吧 得对你有用 啊 所以我要去想 我哪个东西对你可能有点用啊 明白 所以这东西大家心里是没底的 所以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很多人从职场里 好像干了十几年之后 在干一些具体的工作 嗯 当你再回来 去分析自己优势的时候 很多人跟我讲我找不着 嗯 我在公司就就精神过一回 十年了就精神过一回 我觉得我没什么优势 对啊 所以你看我这去职场 再去工作就很难 我一般都会建议他们 在写简历的时候 自己 你只要坚持干的一件事情 你坚持干了十年 嗯 你想二十四岁 二十三四岁 毕业到三十五岁上下 可不就十年吗 嗯 坚持干一件事十年 这就是优势 啊 明白了 对吧 就是你最核心的那个 你能干什么 嗯 你比那些干了三年五年的 强的是什么 嗯 这就有首先找好自己的优势 然后去看在各个渠道 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求职 跟以前不一样 是可能个人需要更主动一点 就多渠道去 不管是自己主动去各个网站找 或者你喜欢的目标企业去找 嗯 然后总归呢 把自己那个优势写好那简历 主动投出去 然后亲戚朋友 同学 嗯 分别在什么公司 有没有你想去的 那你推 各种渠道都得用起来 然后呢 大量的投 就是很多人跟我讲 说 主任老师 那个 我都投了50份了 嗯 时辰大海 没劲价 我说才50份 他们就惊呆了 50份还不够多啊 50份还不够吗 就是啊 其实 就是相对现在市场 招聘的机会来讲 50份真不多 哦 当然如果你是完全聚焦的 比如说我就是做生物制药的 哎 我锁定某些企业 那50家不少了 明白 那很多时候大家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 尤其是做职能感 比如我是会计 我是财务 嗯 我是那个人力 这种 或者我是IT 这种职能性的 那 那这空间非常大 你其实可以选的企业非常多 哎 要这么说太好了 我回头要真的那个 那什么失业了 我就可以去修电脑 我 我会修电脑 IT我能能干 你现在最好的就是 您跟那各打平台上注册一个 然后在平台上接单 你就是freelancer 时间用自由收入在自己手手里掌控 对吧 咱不聊这么细节的东西 其实有很多东西 就是可能需要这个美人都更主动一点 其实刚才咱俩在聊 就是关于这个应接毕业生数量的时候 我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事 你比如说当时你说我那年应接毕业生 就是03年那会儿90万 是吧 03年破百了 破百万了 现在1000多万了 对 然后 那在那个时代 真正求职的人 是不是也 就是大家 没有这么大的数据 他只是大家可能不是大学毕业 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其实那个时候 你看那个时候的就业的机会 大家比一下 真正进企业的不多 那干嘛 进企业的非常少 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很多进事业单位的 你比如我毕业那会儿 我毕业那会儿 在他们眼里打工 就等于没工作 真的假的 是的 我究竟所知 你是2000年工作 对 当时我们家人就证券公司 告诉说你去那儿吧 那儿好 稳定 我说去那儿花钱嘛 那么得三万 还花钱呢 花钱才能进去 稳定啊 我一想这不行啊 这花三万 就还没挣钱 我要不想干了 我都不敢出来 你知道吗 就背负着三万块钱 那人情债 人情债 对 然后我就想算了 别不干 三万给我 我干别 我就自个儿出来了 明白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 说哪儿去了 就说在大家找工作这事 就是你自己得找自己的那个点 就现在 其实那个时候你想啊 企业是非常少的 大概90年代初 我其实大概看过一些数据啊 90年代初外资企业才 就真正中国本土才有企业这个概念 就很多人那时候不都进国企吗 进厂啊 对对对 工厂 工人嘛 对对对对 我们为什么第一波职厂人是外资呀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 我稍微梳理了一下 因为我刚才也说 就我一直关注科技 是因为科技引领着我们整个在发展 它在最前沿 进入中国的最早的一批外企啊 就是我们知道的什么惠普啊 最早那惠普85年进入的 我那么早 那么早 但那时候规模非常非常小 大概就是在我毕业的那个结果眼上 百字非常多的就进来了 然后所以包括那个时候互联网也涨起来了 就是那个时候 职场的机会才多了 就是再早一些的时候 你可能毕业 你会有点恐慌 我要不去国企 我干嘛去 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嘛 不知道有企业在招人 还真是工厂 对吧 对啊 进工厂 那时候工厂都是国企 对进国企 现在你看学生多了吧 市场呢就业机会也多了 我们的经济其实发展起来了 只是呢 就是可能学生比企业的需求 就供需的增长速度不同 你会发现供还是大于求的 那所以有时候大家其实面临求职的时候 比如应届毕业生 我记得在我当年毕业的时候 包括之后延续好几年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我现在可能找不到一个我想要的工作 然后就会选择去读研 然后就说我读个研究生 我是不是就能找到一个我更心意的工作了 然后在那个时候 这样没有必然关系 对啊 当时大家会这么想 但是后来等他读完研之后 就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读完研之后 你就有一个更高的心理预期 然后就更难匹配 然后你还发现你同学比你多干了几年 对于是有的同学就去读博士了 对 然后等你博士毕业之后 你再出来 你就更有更高的心理预期了 但是呢 那时候就发现找工作又更难 于是你就降低自己的心理预期 这时候就导致这些公司不敢要你 没错 就是我这公司 我请不起博士 或者说你是一博士 我给你一个应约备生的钱 你也不舒服 我也不舒服 而且博士坦白讲 他真有他更大的价值 对 然后就把他 大家弄得都不太舒服 所以最近就看到一些新闻 就比如说像有的那种博士生 去到了一些社区街道去任职 最基层的这种事业单位去工作 大家心里边就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要去那工作 是有 因为这两年就业比较难 所以很多人其实他 就是不是适合做研究 做科研的人 去读了硕士博士 其实是延长了 推迟了自己进入社会的这个时间 然后就像你说的 你进来晚了 然后你的压力就会更大 所以其实这两年 有很多学生找我咨询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他们 只要有offer 先工作 你以后想读硕士博士 有的是机会 并且你有工作经验之后 你再去读 可能你会选不同的 跟你现在有关的 或者你喜欢的那个方向 可能读书对你来讲 价值就不一样了 对 因为据我所知 我看到了很多时候 大家说就是求职男的问题 因为我们身边 就博士朋友也挺多的 尤其是一种这种文科类的 比如读什么文学历史 考古 就这种 对这种完了以后 其实就可能是相对应的单位吧 就是研究所 或者我也不懂 就是要的人也少 然后大家可能推到 真正的这个求职士 然后找工作就很困难 于是就会出现很骗扭的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老说 自己那么努力 然后这么国家也是吧 花不少钱 然后培养一个博士 最后 没有物尽其用 对啊 怎么到什么社区去了 什么的 就感觉很怪 对对对 其实这两年 你看我们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 也是深圳的那些小学 老师都是北清的 哦 对对对 说是吧 对对对 现在都是这样啊 对就是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读书和职场 可能有一些误解 嗯 就是职场没有那么难 毕业该就业就就业 嗯 读书也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有能帮到你未来的就业 不见得 所以就是我 我一直都比较倡导一个观念 就是说如果你需要读 你就读你认为 这个领域你没有学 哎呦我这 没学完 我觉得我还想学 你就读 嗯 博士真正就是愿意搞科研 擅长搞科研的人去做的 嗯 因为我其实有一个 我自己同学很多大学的嘛 有一个985大学的某一个院长 他跟我讲 就博士呢 其实他的研究是要突破某一个学术的边界的 对 那个领域的边界 对 他们是要为 说说大点 就是为了整个人类科学的进步 在做事情 对 那你真的要判断 这个事是不是你想做的 嗯 不管读书还是工作 都要考虑清楚 这是不是你想做的 还是说你要 你想逃避现在眼前的某一个困难 对 这逃不了 这问题迟早都会出现 因为有时候我也在想 其实这个跟我们中国 这么多年以来的历史传统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所谓的科举制度 嗯 其实是这么多年 一直延续在大家心中的一个所谓的上升通道 嗯 对于很多人对于很多人而言 读书 然后去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获得一个好的生活 甚至咱们说的大一点 有什么阶级越迁了 所以这种的机会 好像是我们刻在基因里的一个记忆 但是不是像您刚刚这么讲 是不是像在这个时代 这东西已经不适用了 但就已经不是一定要去通过这个完成的事情 没错 嗯 就是其实这个时代有更多的选择 嗯 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多的人 就是很多优秀的人 他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通过自己的不断的调整自己 找到最好的位置 嗯 然后发展的非常好 并不一定一开始就受过非常好的教育 嗯 啊 你打个比方啊 就是我这个观察 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刚开始一波进入外企的人 嗯 是非常优秀的 他们进入外企之后 非常好的收入 非常稳定的企业发展 然后一群精英在企业里面 然后当互联网兴起的时候 刚开始那一拨人 其实并不是最优秀的那拨人 嗯 他们没得选 他们进入了互联网 嗯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早期加入互联网的那些人 他们发展了这个产业 但他们并不是当年最优秀的那批 敌人 嗯 然后我们会发现 其实很多新的领域的发展 都是因为这些人在推动 嗯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知 就是说啊 我好像受过好的教育 我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 那对 不一定 嗯 但是如果你今天就在一个 985的特别好的学校里面 我就是读金融的 我明明就能进金融机构 嗯 那是自己的选择 但我们更多的人 普通人 在职场里面 大胆的去做自己 就是 其实有很多选择 我们还没做选择的时候 就先逃避了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 遇到的最多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啊 我儿子的老师 嗯 他儿子今年毕业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 嗯 然后呢 就不讲在哪个学校啊 今年毕业 然后我们就在讨论 他当时选的金融专业 四年前 我们一起讨论 根据他的特点选的 呵 今年毕业 呵呵 然后 对 然后今年毕业就会面临说 今年就业比较难 啊 老师吗 对 今年就业比较难 那其实每个人心里就 他的妈妈说 你看 搞计算机 没用 你看他爸爸搞计算机的 嗯 就做个技术支持 还是我们体制内这当老师好 你看我这现在多受人尊重啊 成功 人生的成功经验 然后做来指导 没错 就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 自己的成功经验 没错 都有自己的这个局限在那 所以我建议那个孩子 我就说 在这个招聘季 因为刚刚过去这个校招的这个招聘季 我说你大量的试 因为文科专业 如果你不是非得做什么的话 其实等于没专业 可以大量的选 对 就很多企业在招聘的时候 写了什么什么专业优先 你可以忽略不计 就去大胆的试 就一定会有人发现 你这个金子适合什么 我说你对自己没判断的时候 你要相信企业的这些高管 在招聘的时候 他们是对人有判断的 自然会帮你做一个选择 所以我就建议他去大量的看 而很多学生 其实会自己把自己进步在那 就是 会啊 对 就是不管家长的这个思维 自己看到的世界 还有就是市场的机会上面 那岗位描述上面的一些局限 都会把自己框死 所以我建议就是尤其是今年这个市场 你还是要开放一点去看 听到这个故事 我心里边就会有一点点代入感 就比如说如果 如果我是那个孩子的话 我其实心里就会觉得 当年可是你们让我学的这个 然后现在又不好找工作了 就我该赖谁去 对吧 然后而且就是 我不知道现在 大家怎么来看待 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 去选择就是专业 和之后自己就业的关系 我觉得至少在我和我 差不多年龄的人 大家其实上学的时候 没有概念 就比如说你学了一个什么专业 只是那个时候 就像身边的人跟你说 学这个好 这个火 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学了 然后稀里糊涂的 也没有干自己的本行 我身边很多朋友 都没有干自己的本行 就是学到的这些东西 大学的时候 所以就是导致于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 我发现了一个挺严重的问题 就是大家心里边 对于工作这件事 其实是有敌意的 我不知道是来源于 社交媒体还是怎么样 就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然后只要能看到一些大一点的声音 喊的响一点声音 就会觉得 我去工作其实就是被剥削 或者被POA 对吧 对吧 可工作之间其实是对立的 这么一种关系 对 那这个东西 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我觉得怎么忽然之间 对 好像我们那一代人没有 对 大家都会觉得 有班上很光荣 就是 就是我能赚钱养自己 能赚钱养自己 觉得特好 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 然后现在怎么感觉 大家就是 去工作是一件特别的受罪 或者是被迫无奈的 这样一个选择 这个其实就 我们讨论 咱就聊 没错 就是怎么说呢 就我会发现 就是互联网发展之后吧 大家可能就是在 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特别容易找到一群 有共鸣的人 然后这群人就可能就会 形成一些 在某些负面想法上 会形成一些共鸣 那就是一个一个 所谓的信息检防 大家都在一起 没错 然后呢 你会发现 你看我这个想法是对的 因为有人跟我一样 没错 但是真正 其实没有这想法的人 在干嘛呢 没有空在那写 在那努力在工作 就打个比方 我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头两年 是没有人能找着我的 那时候互联网也有 当然那时候用MSN 对吧 但是没有人能找着我 我的朋友 所有的聚会什么的 我都不参加 因为我当时进入这行业 我就已经是转行过来的了 我就想啊 我怎么能追上别人 因为我从零开始 别人都已经干好年了 对吧 等于说你毕业之后 没有直接 我刚才做销售 做销售 对 然后又转行做过来 就是 所以那个时候 你当你特别专注 做事情的时候 就像学习一样 你一定会是有自己的收获的 但是现在大家基本上啊 就我们的员工 其实也一样啊 大家都是 工作三分钟 网上瞧两眼 就是这个其实让人特别难 因为很难投入自己那件事情 然后你可能就好像了解一个人一样 你很难找到他的魅力 然后你很难进入那种 心流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状态 那么你就很难在这上面 找着自己的价值 自己的这个优势 就是你很 你投入进去之后 你一定能看到自己 哎我成长了 我点这事我能干 嗯 你就会有这种积极的回馈 然后你 你可能在下一步 你会觉得哎 这事我能干 我想干好 然后你就会 对标一个 比如说在公司里面还不错的人 去发展自己 现在很多时候 就是其实信息的干扰 让我们 对事情的判断会有了影响 比如说我本来觉得公司挺好的 但是现在啊 我不听哪些平台啊 有一些职场言论 我经常 我也会看我们公司的这种言论 基本都是负面的 是吧 基本都是负面的 公司哪哪特烂 是不是 对 因为说白了 其实需要 需要给大家一个吐槽的地儿 嗯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 把它当成我信息的唯一来源 这就比较麻烦 而且现在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点 就在说 比如说啊 咱们有这么一个地儿 然后有人呢 表示出一些赞美 有人呢 表示出一些批评 大家就会觉得赞美是假的 对 批评是真的 对 因为 对 这个事就很有意思 对吧 比如说 一个人说 哇 我觉得这公司这样弄的真好 大家就会觉得 这是不是拍马屁 对 对吧 你这不是真心的 你就是想 是吧 我看到我这张 你说 你是公司AX吧 对 是不是你安排的 对 但是一旦批评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 这才是大家的真心 就是可能是不是 我觉得在人性的本质里面 我们都希望规避一些风险 所以我们愿意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说 这个负面的东西会影响我们 潜移默化的会影响 对 我会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不用真的就是一定笃定那些所谓的赞美就是虚伪的 然后批评就是真实的这件事 对 或者说我们其实有点 我是觉得大家有点 尤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对 过度美化了所谓的反抗 所谓的批评 就是 所谓的这些 个人主义 但是刚刚您刚才讲的那个东西 我也会有一点不同的感受 咱俩来讨论 就是说 以我现在接触这些人 我的了解来看 其实真的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享受所谓成长带来的快乐的 或者是说在做一件事情 比如说在工作当中 我非常的全情投入 或者是我在这儿做到特好 或者我比一天比一天好 从这儿得到快乐这件事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从这儿得到快乐的 但有的人他其实就是 从内心角度而言 就是我来这儿上班 我们在第一次见面谈的时候 比如说一事跟我说 你的工作是这些 然后我们匹配了 那我就好 因为我要做这些工作 赚取我的收入 就可以了 然后去达成我的生活目标 理解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生活状态 我并不希望自己 要做更多的事 然后挣更多的钱 我不想要那东西 明白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 这可能有60%的人是这么想 也是有很多人会有这样 我认为有60% 也是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心 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 是吧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把工作 跟你的生活 要想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工作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对 至少比现在要好 没错 至少比不工作要好 没错 就是无论是赚钱 还是你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等等 他都会给你带来一些 你可能 如果不工作 可能没有的那些东西 他能给你带来一些价值 所以 我们不需要把它对立起来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只是看 在不同的阶段 他在你的生活里面权重多大 比如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没劲 可能就2% 30% 我就是为了挣钱 没意思 拿人钱财替人消财 这没问题 这一点问题没有 是吧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 这活我能干 我能干好了 我可能就把这个权重调大了 甚至你比如像我那消失的两年 我权重80% 甚至90% 因为我觉得我突然发现 我能在这里面更优秀 然后找到那种享受的感觉 那你那个阶段可以 当然我也有瓶颈期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 那瓶颈期可能你那比重又调下来了 比如说可能我去学点别的东西 找到我更大的一个生活 或者工作的支柱 精神支柱 我需要有一个东西引导我 那你可能那个时候需要学习 所以这里边你要去自己 不断地去调整 它在你生活中的比重 但是它一定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并且确实是让我们的生活 更美好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我觉得在这里边还有一件事 也是如果咱们从个人的角度 来思考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不想去做更多的工作 就想做这个 那如果从所谓的公平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要从公司的角度来看 尽职尽职 就比如说我一个公司 我可能那个时候 我需要这样一个人 等到我发展到一定程度 我不需要这样一个人了 那我们就按照劳动法 来解除我们的合作关系 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也没什么问题 是 对吧 就是这玩意儿 大家可能觉得很残酷 我这公司裁人了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它是个契约关系 是个契约关系 对 并不是说我来这儿 我没有什么错误 你就不能把我赶走 我觉得其实 可能从根上 它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对 所以大家进入企业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签一个劳动合同 对 它是个契约关系 合同里面的有一些条款 你不想做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提离职 企业又发展遇到瓶颈了 我们也可以调整 所以其实在这儿补充一个 这两年 其实我们看到互联网 所谓的裁员 它不是净裁 它是发展不好的 需要调整的 优化的 裁了 然后其他领域还在招 还在招 但我们看到的 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裁掉的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可能 因为看到这些东西 心里会有很多负面的情感 就是我会觉得 我也不是说想站在哪谁的一边 替谁说话 如果咱们真的要去探讨一个事情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掰开了 好好看一看 既然大学毕业 进入职场 既然我们聊 进入成年的世界 那么这种契约关系 首先得清楚 咱就不能说 公平 不能说 对吧 就是我不能什么都得 然后感觉必须得付出什么 那我觉得都是这样的 其实是一个 就是你如果发展的好 它算是共赢 如果企业真的在蓬勃发展 是共赢 比如像我 就是属于这种 企业发展过程中受益者 就因为它一直在发展 一直有机会 那如果你自己也能跟着 这个企业成长脚步 你是可以一直在这发展的 那你这些年 其实比如做这个行 你是接触 比如说客户 比如接触公司多 还是接触人更多一点 人更多一点 因为我们是给企业服务 但是企业的数量毕竟有限 你打个比方 我给企业招一个人 我可能要面试20个人 可能要看200份简历 所以我接触的个人更多一点 你要从数量级上来讲 是这样的 但其实企业的类型 和这个企业的不同规模 我其实这些年 基本上各种类型的都看过了 是吧 对对对 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那个时候外企业 以消费品为出 对吧 所以像什么梁丽华 欧莱雅 这种我们都合作过 然后像什么后边 就是科技型企业了 什么戴尔 惠普 这种陆续的 就各种类型的企业 到互联网起来 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合作 然后互联网企业到了 大概15年前后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各种新兴企业全起来了 那时候我们还服务过一段时间 就是给初创企业提供 这个高管招聘的 合伙人这种 然后再过一个阶段 现在我其实基本上服务的是 各种产业里面 他们的舒适化转型 就是科技团队的招募 一弄弄人一堆人 对 就是很多科技团队一张 就是整个团队的搭桥 明白了 因为大家 就是其实我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是今年我们在做这块的时候 我们生意就一直在增长 原因是 疫情的影响 2020年很多时候 很多企业还觉得我要不要上平台 我要不要全部线上办公 没那么重要 过去了 但今年很多 今年又来了 又回来了 就必须得全部能实现线上办公 那这里面其实对科技人才需求 缺口就非常非常大 那你这些年的这种观察 就你感觉现在就 咱就说啊 比如说求职的人 整个的这个职业的状态 是有变化吗 还是说大家其实都差不多 还是那样 还是说大家更多的 以一种职场人的身份来 展示在大家面前 就如果我们 就是说出入职场这群人 过去跟现在对比 过去大家可能 投入度更高一点 就更没有现在这么浮躁 现在确实是有点燥 您指的浮躁是哪一种 就是前面我们聊到的 第一 我在选择上面 人家都进互联网了 我是不是也得进啊 就是选择上面很犹豫 进去之后会对比 而且比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是 比我自己成长了没有 就比别人 他为什么收入比我高 我是不是几年后也可以 就是这种确实有 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 在刚入职场 就这两年我们看到的 很多年轻人刚入职场 第一年跳槽的比例 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吧 但是我们早期啊 就比如说 就是外企那个阶段 大概2000年前后 外企和互联网 刚起来的那个阶段 大家的稳定性 还是比较好的 就第一段工作 可能干个两年三年是有的 现在不行 就是那时候 当然选择也少啊 对啊 跟我们一样 我们吃馆子 跟以前没有馆子 你天天进那馆子 是吧 现在20个 可能我都试一遍 其实是有这个差异的 但是我觉得 有选择的前提啊 可能对我们来讲 我们能有的一个收获是 心态可以更成熟 除了浮灶以外 可以更成熟 因为对比之后 你的选择应该更坚定 那在这里面 我觉得会不会也会有一点点的局限性啊 因为比如我刚刚听您来讲的话 其实你接触的这些所谓的求职者啊 可能还是那些在求职市场里比较优秀的这些人 我能不能这么说 是的 对吧 因为你服务的客户也都是那些不错的客户 所以你接触的可能总体而言就算是在这个市场里边 已经很不错的这些求职者了 对吧 应该说过去几年 15年之前 这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大部分是在做这种优秀的人群的 那么15年之后 因为企业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聊的 我们其实给企业招聘的时候 不是招最优秀的 就是不是掐尖做那一点了 我们更多 比如他要搭个100多人的团队 甚至两三百人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会接触到基础的那层人 只不过呢 就打个比方 这个他要搭一个什么某某科技团队 要搭200个人 这200个人我们可能要面试七八百 明白 那么这七八百里头 我最后挑的是那200人 可是这七八百我们其实基层的人 我们是看得到的 明白 大家有什么原因没有进入 没有通过这个面试 我们是能看得到的 打个比方 我们其实前段时间给一个银行招人 银行招人第一 我要先做一个测试 性格测试 然后要有一个考试线上的 等会儿什么性格测试 就是那种普通的性格测试 它会作为一个依据 性格测试的这个依据 对 然后第二个要考技术能力 它有个问卷考试 然后很多我们的人选 在这个过程中间 因为那个系统有很多人登录 明白 可能就会有一些系统的问题什么的 有很多人没有耐心做完它 就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其实一方面的是考察 你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 另一方面其实考察了医院度 你到底对这事有多大的认真程度 跟找男女朋友一样 但这个东西吧 咱就 其实我觉得 我理解他 他有很多的维度 就比如说 如果你的家庭条件 还不错 那你可能对于找工作这件事 就没有那么迫切 如果说 我必须得找一个工作 然后我才能够支撑我 接下来一个月以后的生活 那我肯定会更专注 但我个人这么看 既然您来应聘了 您是不是就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 否则是不是就是打个比方 可能不是特别 可能不是特别那个 可能不是特别准 不是特别匹配 但是打个比方 咱们俩相亲 然后来了你说 其实我没太想好 要不要找个女朋友 本身我都不想来 那不就扎男吗 那不是 对吧 是这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投了简历那一刻 对这件事 大家可能彼此之间 虽然没有欠那张纸 但是大家之间 多少有点认真的态度 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的确是 我觉得刚刚说 我也是分析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 去参与到这个事里边 你的那种专注度 其实是 觉得是有益的 觉得是对于你 达成这个事是有益的 换句话说 如果我认真一点 小伙子老师 就是没填完 我可能技术不如你 可我在认真这一环节 我过了 因为未来 尤其是技术团队 可能有很多 比如说技术漏洞 会不会给金融企业 造成很大的损失 那这个可能就是 工作态度的之一 他就通过这种流程 可能就把 就是比较贪玩的 小伙子老师淘汰了 那肯定 像我这种肯定被招待了 要不然现在找不着工作 我现在要问你一个 非常非常 可能不大好回答的问题 因为可能会觉得 有点太犀利了 就是你这么多年的经验 来看 因为接触了很多的 英杰毕业生 现在的英杰毕业生 咱就说比十年前 咱就直接说一个 大点的判定 你觉得是 比之前 之前总体而言是优秀的 还是说 没什么变化 还是说不如之前的 这些 我认为是优秀的 是优秀的 我认为是优秀的 体验在哪些方面 就是 我们这么说吧 就首先 我们的优秀的大学 其实通过这么多年 就我相信 今天我们俩再回大学 肯定比我们原来的课程设置 包括老师的水平是高的 那肯定 对吧 那肯定 然后首先 我们的教育水平是提高的 然后孩子们 他们在这学习的 就是他们实习的机会 包括老师给他们提供的 那个就业的辅导 其实是多太多了 有很多应届毕业生 他在毕业的时候 都会有两三段的实习经历 我们以前 哪有实习的机会 都没有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是优秀的 那我知道 你大概想问的 就是为什么 他们还找不着 其实跟市场是有关的 就是这个东西 倒高一尺磨 高一丈 市场优秀的人 也很多 那其实这市场 对人的标准 也在提高 对 所以这里面 就会有一个 玄学 玄学 玄到哪去了 那个玄学 所以其实就是 可能要不断的 你在动态的关注 每一年 这场的差异在哪 然后去找自己的机会 的确是 因为我觉得 就很 对于很多个人而言 大家其实很难 去关注到一些 所谓大的层的 有多少新年 有多少人求职 有多少个 什么岗 什么岗位缺口 很多这些数字 对于很多人来讲 说没有概念 而且其实我觉得 有个问题 就在于说 我们现在缺乏一个 所谓的特别有 比如说我到哪去看 这个数字 它一定是准确的 一定是准确的 所谓的权威性 因为现在 这个自媒体时代 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 你也不知道它真假 你心里是没有谱的 对 但是刚刚您说的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我也是有这类似的感受 就是我们公司会有很多的 很年轻的同事 加入进来 然后我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我明显的会感觉到 比我强 就比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要强 是 有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 他们对于做事情的这种 这种态度 就是说他真做一件事的时候 他不是那种 他懵的状态 就去干那个事了 他傻的呆什么都不 像我原来就是刚到一公司 让我干这事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整个人是懵的 但他们其实我觉得就是 他们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的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不知道是因为从小的生活经验 还是说他之前有实习的经验 我不清楚怎么造成的 但是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告诉我 另外一个就是 整个人大家的那种自信的状态 其实好很多 对真的就很自信 对 就觉得这一代人可能 跟他们成长的环境有关系 他们自信程度非常高 包括我们自己招的这个应届毕业生 我团队里有几个99年毕业的 然后他们在给客户 还是候选人打电话的时候 当然那个我们有很多培训资料 学习完之后 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太成熟了 是吧 我听他们电话的时候 我在想 可能我需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他们真的就是学习能力也很强 因为现在其实环境给他们很多学习的机会 我们那时候看不到 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 包括一些面试的技巧 他们提前就学习了 然后包括职场里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他们也可以提前学习 所以他们比我们是成熟很多的 眼界各方面开火多了 而且他们没有那个心理压力 说我一定要挣钱养我自己 不需要委屈求全 对 刚刚我们也聊了这个 有时候就觉得我们不合适 那就算了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时候 第一年离职原因可能跟这也有关系 但是我为什么要在一个这样的工作岚外 让我不舒服的工作 我要找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内容 还有团队 甚至现在有很多人 他是一种体验式的工作 我为什么要来这工作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 对我来说很神秘 我想感受一下 我并没有想说在这里面做出一番什么成绩 只是我想成为这里面的一员 然后来感受这个东西 它到底是什么事 特别好 而且这个时代给他们这机会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浪漫的 如果有的时候来思考的时候 是 就是我们其实招过很多这样的人 就觉得那头这个行业特神秘 然后我们看了电视剧觉得特别好玩 然后我正好是做AX的 我愿意在这里面去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我觉得没问题 就是带这种好奇心 其实本身就 我认为他在这里面 他会比别人的头度更多 对 不然他没有体验 就他是有兴趣的 没错 是有兴趣想尝试一下 对 这个也真的挺不一样 所以这代年轻人 我觉得其实特别好 我们会觉得说 换句话说 我们每年看我们的校园招聘 我们觉得一代比一代强 就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时候 有一个环节 叫无领导小组讨论 就我们坐在那 我们几个评委坐那 说咱们上去 肯定被淘汰 就是口才太好了 真的吗 就你上去也要被淘汰了 真的 就是一点不夸张 因为现在孩子们 其实学校里 给他们很多 就是社团的活动的机会 他们其实生活里面 比我们当年 我们当年真的是学生出来 他们真的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尤其是愿意投我们这个行业 基本上都觉得自己沟通还行的 就是我们一点 别让咱上 咱上去都得淘汰 快丢人了 思路特别 就是无领导小组讨论里面 是需要有一个 就是潜移文化 形成一个leader 然后有一遍二遍三遍 但双方会辩论的 讨论完了之后 我们会形成两个小组 形成辩论 然后你就看 大家的协调能力 这个领导力 然后对一件事情的思考 就比我们成熟的多 其实特别好 是因为这些年轻人 他们可以去接我们一些基层的工作 上一台阶 比我们做的好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经验 去思考更高层的事情 他们做不了的我们来做 你说这特别对 前两天我跟一朋友聊天 大家也讨论这个问题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 老说互联网企业 可能有一些弊端 或者怎么样 但我真是觉得我们在聊 真在互联网企业 工作过的某一个团队 出来到现实生活中 做一个组织型 比较严密的一个工作 他们一定做的特别好 是的 因为他们环环相扣 特别紧 这些人有高强度的工作经验 对吧 比如咱就举例在现在 有好多这种社区里边的 什么志愿者 大家在做跟已经相关的事情 我当时就想 在互联网企业来干 我跟你说 绝对没问题 而且效率高 对吧 早就干完了 对吧 什么APP都会使 是吧 然后所有的这些组织 一层一层 而且他们还能自己开发 你看我同学 自己摇号 自己开发一小程序 就是他们会自己创造一些工具 让自己的效率更高 因为他有能力创造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大家在很多的工作里面 他会培养一个最基础的技能 然后这个所谓的基础技能 会随着时代的变化 变得越来越高 对 当所有人基础技能 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 那你想我们的社会 其实就是这个形成了社会的进步 对 这就是社会进步 对对对 就是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对社会的进步负责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有时候 你只要用所有 出门用所有的APP 互联网就进步 对对对 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去做什么 为了社会进步 去牺牲什么东西 对对对 因为只要大家参与在这里面 没错 你就是这社会一分子 对 如果你你不想融入 你也得融入 对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运转的 对 有时候我预想 你现在出门打车 马路边招手已经没有了 真的是 必须得用APP 真的是 支付没有人拿现金给你找钱 是吧 这就是进步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刚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十四五 大家觉得那也都是大词 但实际离我们的生活 你要仔细分析 离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近的 所以大家如果 你找到一个公司看看能不能靠上去 靠上去这公司就没问题 大家可以这么去参考这个东西 好嘞 就到求职这环境 行吧 今天其实聊挺多的 我自己会觉得我就是密度是很强的 聊了很多就是那种 就所谓干货 其实我特讨厌这词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确是 希望大家听的时候不会太累 对 所以我觉得这差不多 今天就到这 然后在节目最后 我给朱迪姐打一个广告 朱迪老师现在出了一个音频的节目 一套节目 是吧 还有六月参与 对 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确实 今年的就业形势 很多人找我们来做这个咨询 然后我们做了一期节目之后 很多人提出新的需求 很多观众听众 我们做了一个节目 是专门针对这个 零到三年工作经验的职场人群的 然后这部分呢 我们因为我过去 这十几年 其实面试过一万多人 我把我这些经验 和面试的一些感受提炼出来 然后供这些年轻人们去学习 不管你如果写简历 然后面试中间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包括你出入职场之后 怎么通过这个磨合升级打怪 然后包括在职场里面的一些小的人 人情事故等等 我们把这些提炼出来 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在选择中间 不知道怎么如何取舍 这我们都凝炼出来 整理在这几期节目里面 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职场里面的年轻人 真是 包括其实今天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 也聊到了一些相关的内容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选去购买收听 注意一下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现在已经在XYZ这个平台 独家上线 现在是限时优惠期间 原价199 然后优惠期139元 节目的名字叫做 朱迪的职场万事屋 大家可以在日常公园的微信公号 回复关键词 职场万事屋 获取详细的购买方式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 好吧 然后也特别感谢朱迪老师来做歌 感谢小伙子老师邀请 哎呀 也不知道我这未来的工作怎么办呢 私聊私聊 好嘞 那就跟各位说拜拜 好拜拜